好 再來要畫 要 對要畫貼圖沒錯 那幾種方式 這邊先講 第一種 第一種又分兩種 就是用畫畫的方式 所以我們 先來看一下 先投就好了 之前有說過要 那個你們要的話就是眉毛睫毛眼睛 那些就join在一起 再去弄那我還沒join 在一起所以我就先 處理投就好 那 投這邊的話我們先 再拉個viewport出來 然後進入到我們的 UV editor 進入編輯模式面全選 接著 我們找到上面uv 然後裡面有個 exportuv layout 就把我們這個uv 輸出成一張圖 好輸出之後 不是輸出之後按下去之後 那這邊有一個事情要注意哦 你第一個 要嘛這邊你要有選到 有選到的話去輸出才會有 再不然的話 你這邊就是要勾 你假如說你沒有選的話 這邊就勾那他會就全部輸出 然後這邊是尺寸2048 那這邊是你那個uv的透明度 那你就看 要不要有透明度吧 反正到時候畫完之後 uv的塗層應該是會關起來 那我這邊我就先保留一個透明度這樣 那有選到的話才會輸出 這個比較重要 沒有選的話他就不會輸出 好然後把丟到我的資料夾裡面 做好檔案管理哦 這個很重要 好檔案命名 然後都好的話就exportuv layout 好輸出之後 我們先回到我們的 模型這邊 新增一個 牌子球 取好名字 dint 好因為要畫的 所以後面有個後綴詞 好面選選 assign給他 然後之後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這個viewport 呃uv應該不用了齁 所以切這邊齁 把它切成shade editor 好稍微拉過來一點 那你再來就是把你的貼圖直接丟進來 直接這樣拖進來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 你去新增一個 image texture 第一個齁 新增一個image texture 然後用open的方式去開你的 貼圖齁都可以 那我這邊就是直接拖進來 然後colour連到base color 或者是說你直接連到 emission也可以齁 直接連到emission 的colour 齁看你要不要連啊 那這個是自發光 他就不會受陰影影響 但是你可能就要自己畫 上面的陰影 不過以我們這個東西來說的話齁 應該是會連上去會比較好 然後強度開1 這樣就不會受環境光影響 齁因為這畢竟是比較偏 卡通材質的東西齁 好然後應該就沒有然後了 好這樣 好離開編輯模式切換到 你的viewportshading 或者是那個materialpreview 齁這樣就有了 齁因為沒有畫 那這邊可以看到像 頭部這邊的話他那個就是我們之前講的齁 你這個 這個 ub分布的 那個大小 齁眼睛這邊我們就比較小 所以說會變成這個狀態齁 你看到這個 解析度比較低 齁那我們分布比較大部分像頭 他的那個矩齒程度就沒有那麼嚴重 齁所以說這個就 會牽扯到 你那個ub排列或者是說拆的部分的問題 齁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在 Ballsharp 或是你習慣的繪圖軟體裡面 把你的ub化好再把它貼進來齁 也是可以的就是這樣 好再來第一種方法之二齁 我們可以在 來 來我先把ub layout抓出來 呃ub editor 好 第二種方法齁就是說 不管你有沒有 新增一張貼圖了齁你也是可以在這邊新增 齁 呃這邊來 新增一下假如說你沒有 沒有 沒有 Photoshop 雖然說這樣講 可能比較微妙啦齁 但是我可能還是會有人沒有 沒有在用 Photoshop 習慣可能會 也應該說沒有用繪圖軟體的習慣齁 所以說我們這邊 在object mode這邊齁 我們通常都是在object mode 或者是editor mode這之間去切換 齁你把它按下來 你會發現這邊其他還有幾種 mode齁 sculpt mode就是上課有跟同學稍微提一下 是那個雕刻的模式嗎齁 你要像ZB一樣去雕東西的話 就是用sculpt mode 齁那最下面有個 哎是我看一下齁 呃沒錯齁有個 texture pan 齁就是直接畫貼圖 那你如果說沒有 沒有貼圖就是不想用之前的方式去升的話 齁就是用剛剛講的方式去升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 去新增齁這邊有個加 齁新增一個貼圖 那這邊也是一樣 齁一樣可以去新增貼圖 齁新增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第二個 齁你就選 因為這個是剛剛已經新增了齁 那這邊會有會有另外一個 齁那你就可以用這邊去新增一個貼圖 然後回到我們的 UV這邊齁 齁這這一現在這一張齁上面這邊 就是我們剛剛新增的這個貼圖 好新增完之後呢 稍微拉過來一點齁 齁這邊的話齁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旁邊有一些 呃筆刷模糊塗抹 clone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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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那上面有顏色 齁可以去選擇你要的顏色 也是一樣旁邊這邊有滴管你可以去 吸那個設定圖上面的顏色齁也是可以 然後筆刷的模式齁 如果說你用foshop的話可能會知道一些 什麼色彩真值或什麼鬼的齁這邊都會有應該 然後筆刷的大小筆刷的強度 後面這邊就我就不講了齁 鏡色什麼的自己去挑挑看齁 但是比較不建議這種方式齁齁 比較不建議齁 因為第一個他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當然是可以透過外掛去解決齁 不過因為我們課堂上我說過我建議 我盡量不會去講外掛的東西齁 所以說這邊的話 因為在blender他這個 那個tecture pen齁的模式之下 他少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叫做圖層齁 你有在你有在畫圖的人 或者是有在用foshop的人的話 可能應該知道那個圖層是非常常用的東西 但是呢齁blender他這個tecture pen的模式 這個圖層之下是沒有塗層的 所以說你在這邊 畫的很開心的話 齁那 不好意思他沒有塗層齁 所以說要做修改會非常麻煩齁 像我剛剛在這邊塗了一點齁 這邊已經有一些了 那現在這邊看不到應該是我那個貼圖的 那個shader的關係齁 所以說我這邊shader 重新改一下齁 剛剛新增的這一張齁 重新把它連過來 好這樣就有了 不知道這樣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換個明顯的顏色 這邊切回UV 這邊切回UV 這樣就可以在這上面畫 畫貼圖了齁 但是不建議啦還是希望同學們能夠 用個 Photoshop 或什麼之類的 那如果說 當然這是建立在諸位想要 畫貼圖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沒有想要畫貼圖的話 那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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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那這樣的話就是 第一種方式啦齁 就是用畫的畫貼圖的方式